好 來為各位介紹這個愛法科技推出的 這個iControl系列 那這個是iControl Pro 這個是iControl AC 那這個是用來裝在客廳 然後把家裡的酸桶家電 全部都變成智慧家電 那這個iControl AC 是他們最近新推出的 專門用來對付家裡的冷氣 房間的冷氣 所以如果你家裡是一房一廳的話 那你就直接買這個iControl Pro 那如果是一房多廳的話 就買這個iControl AC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兩個裝置 然後把家裡的所有家電 全部升級成智慧家電 好 那安裝過程我就直接略過 我現在就直接來示範一下 現在裝起來的模樣 那我全部都已經設定好了 我把它設定成 小孩的房間跟我的客廳 還有我的主臥室 那我把它歸類成這樣 小孩房是一個區 那我的客廳跟我的主臥室一個區域 那我現在示範一下iControl Pro iControl Pro 它可以把所有家裡客廳的家電 全部都拿來控制 比如說我在這邊已經設定成 我上面的這些展西領燈 我可以控制它的明暗 比如說點進去 那這邊就有全燈啊 點燈啊 消燈 或者是調整它的色溫 LED西領燈都可以調整色溫 或者是關成夜燈 那我 來示範一下 比如說 我現在要把這個西頂燈關掉 按一下消燈 有沒有 它就關掉了 那按一下全燈 就打開了 有沒有 非常方便 那按一下夜燈 就直接切到夜燈 全部我都可以用手機控制 來看一下我客廳的這台三星電視 點一下三星電視 按電源 有沒有 開機了 非常方便 而且是即時開機 像我家裡這台是智慧電視 我也可以直接透過它 然後 來選擇這個進度條 或者是切換頻道 切換頻道 有沒有 都可以直接這樣子做切換 再來是 我的客廳的冷氣 點一下開 有沒有 冷氣開機了 點進去冷氣啊 它除了冷氣之外啊 它也可以選擇除濕 風向 冷暖功能 好 冷房 或者是全自動 冷氣 遙控器上面有的功能啊 我上面都可以直接操作 或者是我這台和聯的風扇 也可以直接這樣子打開來 按下電源 好 風扇就直接開起來 有沒有 很方便 這個就是我裝在 iControl Pro啊 在手機上面 直接遙控所有的家電 好 剛剛介紹完 iControl Pro啊 是屬於客廳專用的 那接下來介紹 iControl AC 那個這個是他們今年新推出的一個 鑽石型小小的一個盒子 那它同樣的是把家電做成聯網 不過它是專屬於冷氣的一個設備 好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它的效果 那像我家裡 三個房間都各裝了一台AC 然後三台大晶冷氣都可以直接遙控 那我已經事先做好配備了 好 先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比如說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把每一個房間都做了分區 小兒子的房間大晶冷氣 然後直接把它打開 按一下 好 你有沒有 就直接打開了 那這個就很方便 你就可以直接在你原地 或者是你出門在外 直接看到家裡的冷氣 是有開還是沒開 那在擁有iControl之前啊 其實我每天都要手動去幫小孩子關冷氣 像夏天啊很熱嘛 那你睡覺之前不開個冷氣 它不好睡 可是我不會讓它開整晚 所以我每次睡前 老婆都會叫我去把它的冷氣關掉 那你知道有時候你就會記性不好 然後你就忘記關 隔天我就會被罵 那自從有了這個之後啊 我就可以直接透過手機APP 然後打開手機APP 我就可以看到它的冷氣的狀態 有開還是沒開 如果忘記關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關掉 那出門在外啊 有時候你也會發現忘了關冷氣 那冷氣就會這樣白白開了一整天 那現在你就可以直接在公司 把你家裡的冷氣 直接做遠端的開關機 這樣就會更方便 好 那如果你家裡有智慧音箱啊 比如說像Google Nix Audio 或者是這個Apple的HomePod 那你就可以用iOS系統 或者是Android系統 讓這個音箱做智慧語音控制 比如說像我家裡有這個Google Nix Audio 就可以直接用語音指令 來直接操作這些家電 好 用講的就可以 比如說我現在示範一下 OK Google 打開風扇 好 有沒有 我旁邊的這個風扇就已經打開了 就是這樣子 非常簡單 那這個就是懶人的極致 你就直接躺在床上 直接用講的 連手機都不用拿出來 直接用語音操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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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